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计划是由大学还有相关的举办单位一起合办的 就想着课程结束到毕业典礼就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想着趁着三个月去外面体验一下新的生活 于是就跟几个朋友一起申请来这边打工度假了 而在打工度假的最后一个月 我正好应聘了一份工作 直接就录取了 所以这样就留下来了 来自槟城大山脚的李润玲 是乌艾娜的大学朋友 不过大学毕业之后的她 先在吉隆坡工作 三年前才来到新加坡发展 当初怎么会想到来新加坡发展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工作机会刚好超上了 然后再来就是我本身没有在外国工作的经验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很新鲜嘛 然后就抱着这个尝试的心态 就来新加坡体验这里的工作环境啊 这里的工作文化 再来的话也 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 我本身有一些同样科系的朋友 在比我还要早之前来这个新加坡工作 他们的工作 就我get到的set 现在来讲是蛮不错的 所以我就决定来新加坡发展 没有反正可以看一做就做的上面 尽管新加坡的文化和生活习惯 和马来西亚没有太大差异 但是回首出来乍到的时候 当地的一些差异 还是让他们大开眼界 便利的公共交通就是其中之一 新加坡的交通真的是非常发达 而且都很干净 由于我本身是来自东马 而东马的交通工具 其实不像这边那么的发达 西亚厂那边最常见的 其实就是迷你巴士 就是Van 然后在西马读书的那几年 就才能体会到其他的交通工具 就好像KTM啊 Monora这些啊 当时觉得40多分钟 这样子就等了一趟 其实也是算方便的了 而来到新加坡以后 发现其实新加坡更加的方便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MRT基本上都很准时 而且三分钟到七分钟 这样子就会来一趟了 比起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统 新加坡更让李润琳惊讶的是 良好的社会治安 你会在新加坡里面看到 就是11点多 12点多 还有人在公园跑步 这在马来西亚也不会出现吧 马来西亚即使是7点多 是傍晚我就觉得说天黑了 差不多回家了 这里的话就不一样 因为我本身是有骑脚车 骑脚踏车的 所以好像说我晚上有的时候 放工之后就会想说要骑脚车 然后我会觉得说这里的社会治安真的很好 我骑在公园上 即使我是10点多也好 11点多骑脚踏车 我在公园也不会是一个人 身在更好的环境 领着更高的薪资 是月滴族最让国人称陷的地方 然而国人下班后和家人用餐的日常 却是作为月滴族最向往的事情 如今的新冠疫情与家人团聚 更成为了他们一个男缘的梦 所谓独在印象维依课 每逢假节背四期 什么时候想叫呢 基本上就是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 当外面的烟花四期 灯火蓝山的时候 想着这些节日 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和家人一起度过 看着这些朋友圈 或者是脸书上面的朋友 都是分享一些一家人吃团圆饭的 一些照片 一些视频 觉得好像自己也是 也是一个人都是在外面 别人团聚的时候 自己是一个人在吃外卖 吃电当的 当时也是觉得 也是挺想家的 小时候记得每次端午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全家一起到外婆家 跟外婆外婆 或者是跟一一舅舅们 一起坐在一起裹粽子 那段回忆真的是最美丽最美好的 每次过节 就算是看到外面裹着的粽子 都会想起以前在家乡的美好的一些回忆 其实我算是蛮幸运的 就是我有一个姐姐也是在新加坡工作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节日的时候 我就会愿意姐姐出来 我们就要吃一下这个节日的食物 然后就过得比较有疑似感 举个例子就是去年的冬至 我记得说冬至的前几天呢 我约姐姐出来 我个人是觉得说冬至一定要吃这个汤圆 才会长大一睡 所以呢 我就约了姐姐 就找一个商场的那个汤 卖汤圆的地方 我们就吃汤圆 由于新冠疫情 他们俩也度过了人生中 第一个无法回家和家人吃团圆饭的农历新年 如今 他们也只能透过手机屏幕 缓解思想知情 疫情之前呢 每年也是大概回家 大概两次到三次 就是年终的假期 还有年底的假期 还有这个农历新年 几乎跟之前读大学的时候是一样的 基本上现在因为回不去嘛 我们都是视频 就是大概晚上或者是吃完饭的 吃完晚餐这个时间呢 就会video call 跟家人来个视频的一些链接 问一下最近的状态啊 然后过得怎样啊 不让你吃饭 其实我跟我的父母 还有我的兄弟姐妹 只有一个群组的 我们 我们